Lekar有不少的鏡頭是有伸縮的 即是縮起來的時候就省位置 拉出來就是拍攝的 那省位置的時候其實縮起來 會不會撞到數碼機的感應器 又或者是飛鏗機的快門鏈的呢? 今次跟大家講講就是一個伸縮鏡頭 它縮了進去之後 會不會撞到快門鏈呢? 會不會撞到感應器呢? 那就要講回頭了 當初其實它設計是一套的 一部這個是螺絲鏡 當然配上螺絲機 扭到下去的 扭下去之後呢 其實是可以縮起來的 它的設計呢 它就是預計你縮起來的了 就是小小可以放到袋子的 那所以呢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也是因為發瀾距呢 是一輩子都不會變的了 那變了呢? 其實那個距離呢 就永遠都不會碰到那個感應器 或者是碰到那個快門鏈的 好似現在這樣 我會量度回 由這個面 那個背面 去到最突出的部分 那這裡見到呢 其實是大約是22mm 左右的 那這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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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還有2mm的走盞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當初的設計呢 是不會撞到 那個shutter curtain的 那而至於呢 譬如說 螺絲孔 那其實現在 多數的機器都是M孔的了 那下回頭 那拿一個 譬如說現在最常用的數碼機 其中之一 M10 那又量度回它的位置 那加左的長度呢 其實就更細了 那就是更短了 那個位置 那那約膜這裡呢 是 都是22mm 那而那個 背面呢 去到它那個 有一個金屬部分 保護位呢 那這裡是大約是24mm左右的 那你還有一點點的位置呢 那是基本上 都不會撞到 那個shutter curtain的了 那 那講回這些 這樣的縮頭的類別 那當中 其實剛剛講的 這支剛剛掃給大家看的 50mm 3.5 這個是很常見的了 譬如說 50mm 2.0光圈 又有 2.8光圈 又有 還有這個比較少見的 就90mm 4光圈 那這支最誇張的 那 譬如說 剛才我們試了 就是 螺絲蝦的鏡子 那我現在 再檢查一下 這個呢 就是一支 52.8來的 那其實呢 它由那個蝦位 去到最突出的部分 都不夠 20mm 那大約是 19mm 那這樣 那所以呢 其實 剛剛撞到這裡呢 其實 譬如說 一部M機 大家量度一下 這個距離呢 是 約莫是 23mm 那所以呢 是不會碰得到 大家留意一下 一件事呢 就是這支鏡子呢 就真的要留意了 那這支鏡呢 雖然呢 它表面看 就很長 那個頭 那實質呢 其實突出來呢 這裡量度一下呢 21mm 左右 那 但是呢 它後組呢 因為比較闊身一些 那有些落位在這裡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一般用鏡的話呢 如果是要縮下去呢 就要留意一下 是 裝了下去 才縮 就不可以在中間呢 移來移去 那唯一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因為呢 數碼機呢 裡面呢 有些位置呢 是保護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頭呢 就不可以盡縮 以 Phylm機呢 是沒有問題的 是可以縮到下去的 Phylm機是可以縮下去的 可以見到呢 是完全縮了進去 雖然這個是M7 TTL的版本 那其實它裡面那些 這樣的保護位置呢 都相對來說呢 是多一點的 闊一點的 那也都不會阻擋到 那剛剛講過啦 螺絲機啦 那沒有問題啦 那 那 M機啦 Phylm機的M機啦 OK啦 那唯一要留意的呢 如果你是用M5的呢 就千萬不要縮下去啦 因為有機會呢 就是因為它裡面呢 有一個測光的裝置 你可以見到呢 會 當你拉了雞的時候呢 它會彈出來的 那如果你 如果你是縮頭縮下去的話呢 就會撞爛了 或者頂壞了那支鏡子的啦 那這個就是大家留意 用M的時候呢 就不要縮頭啦 那 試過M的系列啦 除了M5要留意之外呢 Leica的M相機呢 基本上是縮頭是沒問題的 但是呢 當你用到它SL系列呢 那無論是SL SL2 SL2S 都是的啦 它旁邊呢 是有闊少少的保護位的 啊 那是保護了感應器的 所以那個位置呢 比較突出些呢 就縮不到頭下去的 如果縮下去呢 其實就感應器不會撞到 但是問題就是會撞花機來攏 那些燒光漆的部分 那整花了就不好了 那而至於其他品牌的相機呢 呢 盡量呢 就不要縮下去了 因為其實都有五花八門 有些不是full frame 那有機會是撞到的 那相信這麽簡短的介紹呢 是 未能滿足到你的啦 那如果你說有很多疑問啊 可以帶上你的相機啊 鏡頭啊 來我們尖沙咀或者旺角的門市呢 去大家了解一下的 那如果有些欣賞的影片呢 希望你給個like我啦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